可是如果你每隔三天 就出現一件這樣的事情 請教傑明 你從選民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這個團隊是不錯 陳時聰也仍很好 但是陳時聰 你連高嘉瑜都沒有辦法 把他這個 要不然人都要有歌有捨 那有德也有捨 那麼囉嗦 那麼麻煩 你在臺北市選舉 非要這個傢伙不可嗎 其實我這麼說 其實這一次陳時聰 把這個團隊全部建立起來 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是因為他有實力 對 沒錯 這就跟這個 就馬上區隔了蔣文安安 他現在連這個團隊都沒有出現 所以人們會覺得說 你今天要準備這個進軍 這個臺北市長的時候 你把團隊全部鞏固出來的時候 會讓人覺得 你有辦法去 handle每一件事情 但是 但是高嘉瑜這個事件 為什麼會讓大家這麼憤怒 剛才我想這個詠宏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曾經經歷過姚文治那場選戰 我們這麼知道 我們很清楚高嘉瑜 在當時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當時陳金還跟柯文哲講過一句話 黃珊珊跟我 你要選哪一個人 而且那次其實已經選戰到後期了 我們真的很希望把姚文治的選票 能夠拉越高越好 在那最關鍵的後面 幾場的一個造勢活動 每個活動都很關鍵 結果你知道嗎 當時的這個高嘉瑜在後面 極沒弄眼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姚文治說的什麼 只注意高嘉瑜在後面 所以以後每一天陳時中講什麼 那我問一個解釋 只要有高嘉瑜的場子 都會出現高嘉瑜 蹦蹦掉掉 沒有錯 找手還手的這樣的事情嗎 今天我們說有事情有大有小 也許你的朋友在宜蘭的告別式 報告別式很重要 這個我們不容否認 但是問題是今天民進黨對於台北市長 拿下這件事情是必要 而且一定要 應該是所有人都把這件事 當作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關鍵是什麼 你講了就關鍵是他 他為什麼今天要 要這個狗尾序掉 人家昨天林楚英跟吳思瑤 其他人都替他已經講清楚了 我們我也去查證了 果然是有那個宜蘭的行程 因為很多的這個媒體人 跟民意代表都有到現場去 這個是很重要 參加一個朋友的長輩的喪事 但是問題是他為什麼今天 他為什麼要自己自爆說 他在台上沒有我的站點 我跟您說 他故意要把這件事情 再把它找起來 而且他模糊了 焦點嘛 那這樣子的話 每隔一個禮拜出現一次 每隔一個禮拜出現一次 發言人你誠實講 講萬安再躺平 那陳時中不會覺得困擾嗎 要投陳時中的人 不會覺得有一個蒼蠅一直飛在我的選票前面嗎 不會嗎 所以 我們會注意這個事情的發展 但我們還是希望 陳時中的每一場記者會 焦點還是陳時中 如果他來小局你就很難 也不會每一個活動 高嘉瑜都會出現 因為就是剛好這一次 是因為大家亮相 希望大家多早 請鎖定第152台 民視台灣台 蠟新聞152